阎王给了黑无常一个公派出国的机会 地点是美国西海岸 报道那天 他从死神那领到一把AK和三个扩容弹夹 黑无常愣住了 领导 你这是让我居魂 还是杀人越祸呀 死神说正就有所不知了 我们这里的人 死于枪击的 比正常死亡的人多很多 所以鬼身上一般都带家伙 死神还说 遇到长得黑的 你不用管 直接清空弹夹就行 打完了再上我这里 子弹管保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难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了 拜托拜托 小一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正文现在开始 于是黑无常背着AK就出门了 他一边走一边想这事不对啊 他们鬼插兵 应该把鬼带回来 然后轮回吗 结果到了目的地 一颗子弹直接射穿了黑无常的高帽子 他下得赶紧躲在汽车后面 只见一个满身弹孔的黑人 拿着沙音 朝着这边疯狂射击 嘴里喊着 fucking shit 黑无常哪见过这场面啊 而且这AK他也不会用 没办法 他只能把枪扔出去 然后举起双手 老铁 你不要紧张 我是来接你往生极乐的 黑人瞅了一眼黑无常 见这家伙的脸居然比自己还黑 这可是见着老乡了 他把枪一扔 抱着黑无常就哭了 黑无常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老铁 我英语刚学的 不熟练 你多说几遍啊 咱不赶时间 于是他和黑人在马路牙子上坐下来聊了很久 黑人说自己出门买个牛奶 走了不到200米 就遇到黑帮火拼 他枪都来不及拔 就被打成马蜂窝了 我老婆和孩子还在家里等我 我求求你 能不能让我回去和他们见最后一面 黑无常心善 如果在国内的话 这种事他一般就同意了 毕竟谁没点遗憾呢 但美国他刚来 不能轻易做主 于是黑无常就带着他去见死神 说如果死神批准了 那我就带着你去给家人托梦 黑人同意了 结果 刚回到局里 正在看报纸的死神 抬头看见一个黑人走进来 拿起M4就把他抱头了 黑无常愣住了 他质问死神 为什么要射杀一个死人 死神说你真特么缺心眼 上周另一个分局的 就被黑鬼给袭击了 五个死神殉职 你还敢把黑鬼网局里领 我说了 遇到长得黑的 你不用管 直接清空弹夹就行 你听不懂应对啥 黑无常说那我还长得黑呢 下次我从前门进来 你是不是也把我枪毙了 死神黑黑一笑说 那可不好说 下次记得戴个头盔 哪有上班不戴头盔的 死神听说 黑无常不会用AK 嘲笑他实在太菜 他说在美国这个地方 连幼儿人小孩都会用枪 如果不用枪的话 肯定死路一条 死神给了他一个地址 让他去学习一下射击技术 黑无常也没法拒绝 来到射击馆 他刚进门 一名少女就用枪指着他的鼻子 黑无常赶紧解释 自己是中国来的鬼差 别激动 少女这才放下枪 说自己叫自由女神 专门管武器的 我说你们这点怎么这样啊 不就长得黑点 到哪都得被枪指着头 自由女神说这也没办法 美国这地方就是 比谁掏枪速度更快 只要卖一秒 那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了 而且死神都非常害怕黑鬼 因为死神的骷髅脸是白的 而黑鬼大多数都死于 白人警察枪击 所以只要看见死神 就神经紧张 黑无常说 那你们为啥不经枪呢 就放着让全民吃鸡呀 我们没得选啊 枪支公司可是美国支柱企业 他们不止给军队卖枪 给平民卖枪 现在甚至还要给死人和死神卖枪 所以现在人人都有枪 自由女神建议 黑无常选一把限弹枪 心想那些黑人也真是可怜 明明生前就是枪下冤魂 死后还要继续吃枪子 这事儿不对 他要找死神去理论一番 自由女神建议 他不要多管闲事 他是中国的鬼差 在美国没人在乎他的生死 万一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 恐怕转眼就没了 我们虽然是小小鬼差 那也是平民保护神啊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黑无常去找死神理论 死神懒得跟他废话 干脆把黑无常调到办公室 不让他出外勤 于是黑无常只好每天守着打印机 干完手上的活 就跟几个上了年纪的胖死神 喝咖啡聊天吃甜甜圈 体重迅速上升 但他也没闲着 趁这段时间 黑无常认真练习英语 了解美国这边的规矩和组织体系 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天黑无常正在整理卷宗 死神急急忙忙把他叫出去 说有个任务需要他帮忙 黑无常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有几个黑鬼突袭了射击场 挟持了自由女神 他们的弹药很充足 我们死神根本无法靠近 黑无常一听这情况危机啊 但他又能帮什么忙呢 黑鬼从来都不信任我们死神 但是你脸黑 说不定他们会愿意听你的 所以你去跟他们谈判 死神给黑无常套了件防弹衣 黑无常说不用这玩意儿 穿这个谁相信你是真心谈判 黑无常赶到射击场 看见几十个死神在外面搞包围 他们见黑无常空了手往里走 纷纷嘲笑他是白白送死 黑无常举起双手 朝射击管喊话 同志我是来谈判的 没武器 你们别紧张 大概是沾了脸黑的光 只见三个黑鬼手在窗边死角警戒周围的死神 一个黑鬼挟持自由女神 他用枪指着黑无常 妈的 你这么黑 为什么要帮那些死神 我没有帮他们 我是中国的鬼差 我来这里是来帮助你们的 你要怎么帮我吗 黑无常掏出一台手机 我现在正在直播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 跟着我一起走出去 他们死神就不敢随意射杀你们 黑鬼们有些犹豫 毕竟这么僵持不是个办法 而黑无常看起来似乎可以信任 妈的 我们今天突袭这里 就是因为那些死神网顾人权 随意射杀我们 我们受不了了 所以才反抗 黑无常把他们几人的证词 全部录了下来 表示自己一定会上报天堂 让天使来裁决这些死神 于是 黑鬼们放下武器 他们跟在黑无常身后 排成一排 举起双手走了出去 外面 是几十把鹤枪实弹的M4 但黑无常挡在黑鬼前面 死神们无法动手 黑无常把他们押上运送犯人的囚车 刚关上门 巨大的冲击就把他掀飞了 他望着熊熊燃烧的囚车 目瞪口呆 得意洋洋的死神 拍着黑无常的肩膀 嘲弄他干得不错 一口气送走四个 事故报告上 记得写特斯拉囚车意外自然 反正总部也不会在乎 黑鬼怎么死的 黑无常捏紧自己的拳头 他一定要为这些冤魂讨个公道 因为解救自由女神有功 黑无常变成了美国神界名人 还得到了天使颁发的荣誉奖章 死神虽然看不惯黑无常 但明面上也只能对他客客气气 问他想要什么作为奖励 黑无常说自己不要奖金 他让死神把自己调离办公室 他想跑外勤 死神满口答应下来 但这一次 他不让黑无常去贫民区 而是去妇人区执勤 黑无常看见妇人区的亭台花园大别墅 还以为自己走错到伊甸园呢 他心想着美国是挺漂亮啊 怪不得白无常一直想来呢 妇人区里住着清一色的白人 他们临终前几乎都躺在自己的卧室里 插着昂贵的医疗仪器 而孙绕希一脸满足 这些人死后 看到黑无常总会皱起眉头 说自己明明预约的是天使 怎么来这么个怪物 黑无常才不管这些呢 他用自由女神给他打造的铁链锁住灵魂 压着往回走 到了局里 死神大老远就跑出来迎接 他偷骂黑无常不识台剧 居然敢捆VIP客户 人家要是告到上帝那里 非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黑无常不理解 他觉得无论生前荣华富贵 死后应该一律平等 你死神怎么还区别对待呢 死神主管戳着他的胸口 你口袋里那三瓜两枣 可都是人家妇人那的税 他在妇人区巡逻的时候 经常会碰见其他死神 因为黑无常现在名气不小 这些死神往往会主动打招呼 有时候还会一起喝个咖啡什么的 黑无常问这些死神 为什么在自己的辖区晃悠 死神们只好解释 因为局里发的工资是基础工资 根本不够花 所以他们只好来妇人区挣点外快 住在这里的妇人 多少都做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被冤魂恶鬼报复的几率很高 如果能抓到就有一笔不小的奖金 就算抓不到 只要经常来这里巡逻 局里就会发家搬费 这操作可把黑无常秀傻了 他从没听说过死神还要给人打工的 图啥呀 当然是为了买枪和防弹衣呀 以前黑鬼用的是9毫米手枪 挨枪第二天还能上班 现在动不动就是乌兹AK这种武器 没把M4根本打不过 说不定哪天人家就用火箭筒了 没钱升级装备能行吗 这天黑无常在妇人区撞见的中国人 死因是食物中毒 他心想既然是老乡 那今天这工作就好做了 不料那老乡看见他撒腿就跑 黑无常只好甩起铁链 把老乡拽了回来 你跑啥呀 连我都不认识吗 是中国人吗 老乡哆哆嗦嗦地点头 认的 就是因为认的所以才跑 你是阎王派来抓我的对吧 黑无常发觉这张脸有点眼熟 仔细一看 原来他是红通人人之一 按照阴间国际法 是必须引渡回阴曹地府进行审判的 他立刻把这名通缉犯押接回局里 向死神主管申请引渡 死神说这是我知道了 你别急 我去打报告 黑无常害怕死神又玩什么猫腻 于是守在通缉犯身旁寸步不离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他一直等到第二天 死神终于来找他了 他还带来一个穿和服背太刀的日本死神 那日本死神抓着通缉犯就往外走 黑无常急忙上去阻拦 两人差点就打一架 这是我们阴曹地府的通缉犯 你个小日本是来干嘛的 别逼我抽你啊 日本死神吉里哇哇说了一通鸟语 黑无常听不懂 死神就一脸坏笑的解释 你不是抓到了日本通缉犯吗 我就把日本的死神带来了 黑无常吃了一惊 说这分明是中国人 怎么可能是日本的通缉犯 但死神拿出一堆手续文件 全都证明通缉犯是日本人 黑无常就是有理都说不清 黑无常无论如何都不肯松开铁炼 如果这些通缉犯不回到阴曹地府 接受夜报惩罚 那人世间的公平就会失衡 日本死神拔出自己的大菜刀 两人眼看就要决一死战 死神笑嘻嘻地提醒 黑无常你不是平时最守规矩吗 现在人家日本死神手续齐全 你不让他把通缉犯带走 就是违规抗法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交代 黑无常气得没招 他反手一个大耳瓜子 删掉死神两颗门牙 骂道妨碍执法要判刑 但殴打同事顶多停止反思七天 你给我等着 七天后我再回来揍你 黑无常打算把死神的所作所为 向天堂举报 但他仍然缺少能够定罪的关键证据 停止后 黑无常就经常跟踪死神 希望能抓他的人赃病祸 但死神似乎很谨慎 他平时除了上班回家 最多和同事们喝喝啤酒 生活两点一线 似乎没有什么疑点 但黑无常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一天晚上 黑无常发现 死神鬼鬼祟祟的从家里出来 背着个运动胯包 黑无常心想 这家伙就一副骨头架子 肯定不是去健身房 他知道机会终于来了 只见死神来到港口码头 一个脑满肠肥的天使正在等他 天使斥责死神来得太慢 还说下次再磨蹭这活 他就交给别的死神 死神陪笑说地铁太慢 偷偷把一卷富兰克林 塞到天使口袋里 天使装模作样的咳嗽两声 这批货已经到了 在CR区 你赶紧去吧 不然他们就把箱子打开了 死神立刻从运动胯包里 套出两把枪 一把雷明顿M870 一把M4 黑无常不知道 死神为什么要装备这么强的火力 但这件事竟然有天使参与 他痛心疾首 难道美国的神 已经腐朽到这种程度了吗 他偷偷跟在死神后面 只见前面是一只红色集装箱 箱内不知锁着何物 但是煞气冲天 然后是见惯了厉鬼的黑无常 都心惊胆战 这只箱子里 一定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东西 几个光头纹身壮汉正在开锁 死神鹤枪时弹在一旁静候 门开了 一头浑身散发着怨气的恐怖怪物 缓缓不出 这只怪物浑身冒着紫色鬼火 壮如猛虎 尾巴间长着三头毒刺 十分害人 那些壮汉看不见 位于另一个世界的怪物 怪物刺出獠牙 准备把这些光头 当作水煮弹咬个稀巴烂 但一颗子弹 却射瞎了他的左眼 死神用手中的M4点射怪物 他开枪的手稳如泰山 呼吸不急不缓 怪物瞎了一只眼 却露出另外七只眼睛 他朝死神扑过来 死神丢掉M4 用线弹枪和怪物贴脸薄杀 死神的身子很轻 开一枪 就会被巨大的后座力向后推 他就靠着诡异的身法 躲避怪物的猛扑 以便用枪林弹雨 招呼这只怪物 但怪物也不是好惹的主 他用尾巴削断了 死神手中的线弹枪 子弹从弹仓掉了出来 死神暗骂一声 他掏出子弹 咬在嘴里准备换弹 但他忘了自己 被黑无常打掉两颗牙 子弹从豁口滑落 这小小的变故 扰乱了他的节奏 怪物把他扑倒在地 抬起粗壮的前爪 眼看死神就要被拍成龙母 撞骨壳里 黑无常只能出手 他用手中铁链缠住怪物 然后捡起地上的N4 跳到怪物 背上一通扫射 怪物总算魂飞魄散 黑无常用枪顶着死神的脑袋 大声质问 你最好坦白 那箱子里究竟运的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如此怨气冲天的怪物 死神只好告诉黑无常 箱子里装着的 是都从国外运回来的毒品 这些毒品承载了太多的罪恶和鲜血 往往会滋生怪物 他是来这里除魔的 黑无常目自愚裂 贩毒可是要下18层地狱的重罪 而死神非但不阻止 反而为虎作仓 这一次 他一定要把死神告到上帝那里去 他用铁链捆了死神 强行压上天堂 天使们大吃一惊 纷纷问黑无常发生了什么事情 黑无常害怕这些天使里有死神的同党 说自己一定要见到上帝才行 谁也不许阻拦他 天使拉斐尔是上帝的秘书 他说上帝已经准备好与黑无常见面了 请黑无常到前面的办公室去 黑无常刚打开门 只见里面乌黑一片 仿佛宇宙 他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拉斐尔一脚踹了下去 他下坠了大概有半个钟头 一直从天堂坠入地狱 只见地狱里到处都是黑鬼 拥挤不堪 连床口气都难 他们所有人都拴了一根铁链 铁链连接着一台台钻机 在人力的作用下持续下钻 似乎要一直钻到地心里去 黑无常以前听说过国外的地狱和炼狱 但是都和眼前的景象不太一样 他还没反应过来 只见魔鬼监工撒旦 挥舞着火焰皮鞭冲过来 弄骂黑无常为什么消极代工 黑无常只好解释自己是中国的鬼差 不应该到这地方来 但是撒旦不信 你明明就长得跟这些黑鬼一样黑 你还说自己没犯过罪 蒙谁呢 黑无常见撒旦根本沟通不了 只好撒腿就跑 但他不知道这地狱怎么出去 只能原地打转 这时一名衣衫蓝里的老者 把他拽到一个小洞里藏了起来 撒旦找不着他 只好咒骂着走了 黑无常十分感激老者搭救者 老者说自己一眼就看出黑无常是无辜的 所以才出手救他 我是路西法 曾经也是一名天使 只因为看不惯上帝和同僚 向妇人们卑躬屈膝 谄媚至极 就被流放到这个地方 黑无常询问路西法那些钻头是干什么用的 为什么撒旦要让黑鬼们推着他 那些钻头是为了把地底的石油和天然气钻出来 输送到地面上 供财阀开采 路西法告诉黑无常 那些黑鬼被死神消灭后 就会被传送到地狱 永生永世都要推着钻头转动 黑无常大受震撼 这国家的神区别对待人类也就算了 居然还把不同种族的人视为草芥 肆意驱使 他上帝不是说人类都是他的子民 那他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虽然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选民 美国的天堂是选举制 而选票则由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来决定 上帝想要连任 就必须拼命讨好那些权贵和财法 黑无常不禁摇头 如果说权贵已经彻底把持了天堂 那岂不是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制约他们 如此一来 这些人就能永无止境地搜刮脸财 而神只能彻底沦为他们的工具 真是荒谬 路西法苦笑 他说连黑无常一个外神都能看出的道理 天使和上帝却熟视无睹 他坠入地狱可真是不冤枉 我现在能做的 只有帮助那些无辜的人从地狱逃脱出去 那撒旦虽然有着狗鼻子 但却是个半脑子 他只知道一定要把黑鬼扣押在地狱 只要用我的羽毛遮在脸上 他就会放你出去 但问题是 由于路西法经常帮人越狱 翅膀上的羽毛已经所剩无几了 黑无常还偏偏有个大脑袋 根本遮不住 两人只能另想办法 由于撒旦四处搜捕 路西法和黑无常只能到处躲避 正巧 他们遇到一个孩子 这孩子不过五岁左右 就因为校园枪击案不幸身亡 死后又被死神送到地狱 因为太过幼小无法劳动 只能在地狱四处游荡 黑无常抱着孩子 感叹着世道竟然如此扭曲 路西法劝他快走 因为撒旦马上就要追来了 他转念一想 既然路西法的羽毛遮不住自己的脸 那让这个孩子代替自己逃出去不就行了 于是 黑无常写了一封信交给孩子 叮嘱他从地狱逃出去后 就把这封信烧了 孩子点头 路西法觉得 寄希望与一个孩子实在不妥 但黑无常再三坚持 于是路西法只好忍痛拔下羽毛 站在孩子脸上 撒旦见了脸上沾满羽毛的小孩 大吃一惊 他以为是死神出了纰漏 抓错了人 于是赶紧把孩子送出地狱 还给孩子塞了一盒饼干做一补偿 撒旦到处找不到黑无常 正生着闷气 这时小鬼忽然抱有人来访 撒旦本不想见客 但小鬼却说那人一袭白衣 连头发和脸都是白的 只怕是地位尊宠 于是撒旦赶紧让小鬼把那人请进来 只见来者戴个高帽子 笑嘻嘻的 就是舌头吐了老长 像一条狗 撒旦不敢怠慢 赶紧问道 阁下有何吩咐啊 我是上帝派来的特使 念你管理地狱有功 特赐浓汤一碗 你快喝了吧 撒旦心想 自己这些年兢兢业业 可算被上帝看在眼里了 于是便高高兴兴地端起孟婆汤 喝了干净 喝完后 他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白无常笑道 你可记得我是谁 自己是谁 你在做什么 撒旦摇摇头 于是白无常告诉他 说他是上帝安排把守地狱的牢头 但他的工作是看守白鬼 一定要把黑鬼放出去 撒旦迷迷糊糊 就信以为真 撒旦一看到地狱里满满的黑鬼 吓了一跳 心想 自己这下可闯祸了 于是赶紧打开地狱大门 让黑鬼有序离开 黑无常和路西法 也混在人群中出去了 白无常也准备闪人 但被撒旦一把拽住 我是上帝派来的特使 你干嘛 上帝让我看守白鬼 你这家伙长得这么白 还上帝的特使 蒙谁呢 黑鬼得了自由 做的第一件事 自然就是去找那些死神算账 死神们哪里见过这么宏伟的场面 只见成千上万的黑鬼 瞬间冲进办公室打砸抢 赶紧从后门遛了 黑无常见 大家群情激愤 生怕本来无辜的人 因为罪孽又要被迫下地狱 于是便跳上办公桌 向人群喊话 大家不要激动 保持秩序 就算抗议游行 也要遵守法律 愤怒的人群渐渐安静下来 他们把五花大榜的死神主管 推到黑无常面前 要求黑无常为他们主持公道 死神见了黑无常非常惊讶 但似乎并不意外 听说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善恶有报 我猜你 大代就是我的报应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黑无常虽然早就想找死神算账 但他身为地府的执法者 知道一切审判 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生 否则自己与死神又有什么区别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帮助地府的通缉犯 逃脱法律制裁 死神只好坦言 那些通缉犯逃到美国来 都会缴那一大笔钱 当作保护费 所以他们死神必须保护这些人死后 不会被引渡到阴曹地府 否则就会被天堂问责 那些毒品又怎么解释 你为何要给毒贩当帮凶 死神解释说 那些光头大汉根本不是毒贩 而是这儿巴金的美国公务员 现在毒品在美国已经合法化了 因为财阀 希望通过毒品彻底控制这个国家 黑鬼们纷纷嚷着要让他付出代价 恨不得马上用皮带搅死他 这时自由女神忽然出现 他或在死神前方 说什么也不肯让开 请你们听我说一句 死神之前并不是这样的 他以前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人 黑无常说 无论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的死神都是执法犯法 理应受到严惩 自由女神只好向黑无常求情 他之所以贿赂天使 是因为除魔的任务非常凶险 他不想这个任务被交给其他同事 自由女神告诉黑无常 在美国这个地方 死神是高危行业 殉职非常常见 但与此同时 死神的收入却少得可怜 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 所以死神们只能听令于天堂和财法 否则就只有横死街头 在你来美国之前 死神专门为你定了一把AK 因为他怕你用不惯5.56的枪械 他其实并不讨厌你 只是看到你会让他想起以前的自己 黑无常听他这么一说 也有些动摇 便道 你如果愿意随我到国际神庭作证 把天堂和上帝的行为曝光出来 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死神苦笑 国际神庭 那有什么用 国际神庭早就被这个国家财法把持了 什么合法 什么不合法 都是他们说了算 黑无常急了 照你这么说 难道还真拿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没办法了 就看着他们为所欲为 这时路西法忽然说 办法倒是有 只是风险很大 什么办法 咱们有这么多人 死神这里又有足够的武器 既然如此 那咱们不如来个大闹天堂 把婚姻的上帝赶出去 上帝最近很郁闷 也不知道撒旦干什么吃的 地狱里的黑鬼居然跑的一只不胜 因为眼看就要到下届选举了 如果没有石油公司的支持和选票 他一定会落选 为了保证地狱石油开采的进度 上帝只好向财阀门保证 自己一定会让死神们 在三日内抓住所有黑鬼 因此 上帝决定召开世事大会 他让秘书拉斐尔通知所有死神到天堂集合 他要给这些死神们一点颜色瞧瞧 带着东帽的死神 按照上帝的命令来到天堂 在门口负责迁到的天使 感觉有点奇怪 以前没见过这么多死神啊 啥时候扩招的 只见这些死神摘下自己的东帽 掏出手枪 步枪 棒球棍和各种各样的武器 天使们傻眼了 为首的黑无常掏出一面红旗 大喊一声 兄弟们 冲啊 跟着我大闹天堂 乌洋洋的人群手持武器杀进天堂大门 虽然天使们也掏出自动步枪 躲在墙和办公桌后面进行反击 但毕竟没料到 这些黑鬼居然敢杀上天堂 很快就举白旗投降 反抗的烈火就像激烈燃烧的火药 很快就烧到上帝的宝座前 拉斐尔及一众天使级的 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一时间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最终大家决定还是暂避锋芒 等财阀帮他们搬来救兵 再反攻天堂 于是上帝在天使们的保护下 仓皇出逃 拿着武器的黑鬼在后面拼命追 有人大喊 穿长袍的是上帝 上帝害怕自己挨枪子 于是赶紧把长袍撕成超短裙 又有人喊 留大胡子的是上帝 上帝只好赶紧把胡子割了 没翅膀的是上帝 上帝只好把拉斐尔的羽毛拔光了 粘在自己背上 就这样 上气不接下气的上帝 总算是跑出了天堂 他们一致决定去地狱避难 因为那里是最安全的 黑鬼肯定不会料到 上帝会躲到地狱去 上帝沉音半上 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毕竟留的青山寨 不愁没缠烧 只要他把在外面出征的天使 都调拨回来 反攻天堂不在话下 于是便带着众天使来到地狱 撒旦一看见上帝 简直高兴坏了 心想这下可以有人拉钻机了 于是让小鬼把他们抓了起来 美人脖子上套 一个拴铁链的项圈 上帝大吃一惊 说好你个撒旦 居然暗算上帝 难道你也要造反 撒旦说你长得这么白 怎么可能是上帝 蒙谁呢 由于天堂神位空缺 路西法暂时坐上领导人的位置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帮助这些饱受压迫的黑鬼投胎 在死神和黑五常的指引下 所有黑鬼都顺利到达彼岸 进入轮回 准备迎接新的人生 黑五常也就出了白五常 他问白五常 是怎么从撒旦那里脱身的 白五常苦笑 我说自己舌头这么长 肯定是条狗 而狗是不归地狱馆的 他就把我放了 黑五常为自己的同事兼好友感到可惜 他终于来到梦想中的美国 却没来得及见识富人区的美好生活 他问白五常想不想在这里待几天 白五常摇头 他说自己来之前 总觉得美国一切都好 但真来了才发现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还是因曹地府待着舒服 再说了 黑五常来美国出差 白五常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生死不上好多工作积压着呢 阎王让他俩一起回去加班 于是两人准备出海 但现在又遇到个难题 上帝在离开天堂前 故意砸坏了太阳和月亮 导致时间漆黑一片 所有人出门都得打手电 飞机也飞不了 更别说扬帆起航了 但自由女神却想了个办法 他说可以用自己的火炬 为他们照亮出海的路 黑五常向他表示感谢 但自由女神只是苦笑 说自己现在根本就不配当什么女神 满口自由 只是给罪恶贪婪当幌子 号称平等却以压迫剥削为荣 除了在黑暗中当一盏明灯 他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用 黑五常安慰他 虽然自由 平等 平等是相互矛盾的伪概念 但你始终是这个国家梦想和希望的象征 只要你一直高举火炬 人民就会找到希望和方向 由于未知原因 坐落在自由岛上的自由女神像 竟然在一夜之间跑到了洛杉矶长滩 他手中的火炬像璀璨的太阳一样 照亮了出海的道路 那些因为黑暗在大海中迷航的船只 终于可以靠岸了 电视台的人开玩笑说 都是因为纽约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 导致自由女神都看不下去了 只能提同跑路 在布鲁克林 一个小男孩诞生了 在他的脸上 有羽毛状的白色胎记 仿佛天使赠予的礼物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